师父告诉你们放下那是一种境界 首先要明白 佛教让你到底放下什么 你要知道放下什么 有人问了 人间的一切 如果我都放下了 那么我什么都没了 我把为什么经常叫我们放下万元呢 如果我们学佛把所有的缘分都放下了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而且有的人感觉佛法好像总是 让人趋向一种消极 你放下了不要去了 总是有的人错误的理解佛法 如果什么都放下了 我钱也不要了 我衣食都不要了 我工作不要了 我家也不要了 我自己的小世界 小天地 不就完了吗 师父告诉你们 这是一种偏见 师父说 你要懂得放下的真正含义 就是你什么都放下了 它就结束了 完了 你什么都放不下 它也会结束了 也会完了 所以首先要理解 世事无常 一切都是成住坏空 那么有人问了 我们到底应该放下 还是不放下 佛经经典 经典曾经告诉我们 学佛要懂得替而换之 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乞丐 刚刚从别人手中 要了很多的钢瓣 他拿在手上的硬币 你说他心甘情愿 放下手中刚刚要来的硬币吗 答案是说肯定不行的 对不对 我们人是不是像这样 拿到人间一点利益了 拿在手上 死都不肯放 那么你拿一个石头 你跟乞丐说 我来换你的硬币好吗 那么乞丐肯定说不行 那为什么呢 那么硬币更值钱呀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今天拿的是一块金子 一块黄金 你去跟乞丐换 那乞丐一定会给你换 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 因为金子 黄金更值钱 那么从这个道理上 师父就可以告诉你们 想放下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替换 大家听好了啊 因为我们放不下 人间的一切的原因 因为人 有一个自私的心 没有得到更好的 所以我们就放不下 所以当你没有得到更好的利益 你就放不下眼前的利益 那么我们用正能量的思维来考虑 如果你现在用素食 来替换 荤食的时候 你想一想 你不就是放下了屠刀吗 你得到的是慈悲呀 如果你用布施 去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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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下了贪然 你用你的信仰 信薄 就等于去替换 你的贪的毛病 如果你用信薄 去替换 空虚 比方说 你平时在家里很空虚 突然之间 我学佛了 那你就放下了 在家里的寂寞 如果你今天碰到 很多烦恼的事情 你想也想不通 你想做啥事了 我今天想不通了 想做啥事 突然之间 有智慧给你了 你是不是 换下了你的鱼吃 你就放下了执着了 这就是智慧 在不断地转换 你身上的贪嗔吃慢意 你要用正念 去替换 你心中的杂念 你就放下了 妄想了 想不到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去想 那就是妄想 当你想得到的时候 你用正念 嗯 这件事情 我做了 一定会有 善良的善报 那你就放下了 你的幻想 很多人用自己 随喜的心 去替换 嫉妒的时候 你就放下了 烦恼 你用忍辱 去替换 报复的时候 比方说你恨别人 你很想报复 最后你忍耐了 你放下了 称恨 你用慈爱 去替换 贪爱的时候 你会放下 你内心的 心痛 如果你不懂得提起 你就不会明白 什么叫放下 你想放下 你先要懂得 你在人间 已经提起了什么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刚刚跟你们说的 素食也好 布施也好 信仰也好 智慧也好 包括正念 包括随喜也好 那都是黄金啊 要替换你们内心深处 和手抓住人间的那些硬币啊 用这些善良的智慧 去放下 去懂得怎么样 用智慧的佛法 用超出人间 这种般若的智慧 去解决人间的一切烦恼 去替换那些 曾经拥有过的贪婉 和称念 和愚痴的心 你不就是 菩提智慧吗 除了 哇 你会儿 词